冬卓比上述两位还多了一点想法 那就是 好大的缘分呢 虽然缘分从天而降 但是冬卓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怎么把握呀 正犹豫着呢 却见豆腐脑摊钱起了争执 好像是两个小混混白吃不给钱 反而还要动手的样子 冬卓见安安并没有一步 但却朝着身边的小丫鬟说着什么 而小丫头呢 则朝身后招了招手 一个壮汉便朝着小摊前走去了 说是迟那是快 冬卓的脑袋还没有想好呢 身子便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对做事要掀摊的两个小混混 厉声地说道 住手 小混混顿了顿 见一个白面书生当下嘲笑道 嘿 你说什么呢 再说一遍 冬卓义正言辞地说着 你们白吃屎就已经不对了 如今竟然还想换了人家的生意 实属可恶 还不快住手 小混混自然不会将冬卓放在眼里 很嚣张地踢翻了一张小桌 说道 你想怎的 小范呢 是个三十多岁的壮年汉子 瞧着也是个火爆脾气 健壮拿起了扁单 就朝着小会会打了过去 还说道 这位公子 您哪 别管些事了 免得受了连累 冬卓一心正在安安面前争表现 很是正气凛然地说道 大路不凭众人才 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今儿啊 这事儿我管定了 边说着 便从另一个小会会挥拳过去 冬卓细文不习武 武学课一般都是走点后门才能及格呢 可想而迟 这一交手是怎么个后果 几招下来 脸上就挨了两拳 成了家有见狗的造型 冬卓很郁闷 心想 太子府的侍卫怎么还不来帮忙啊 抽空描眼找了一下 没发现那个壮汉的影子 而此时 那个壮汉淡定地站在安安的身侧 和安安一起兴趣盎然地看着冬卓挨揍呢 一心想见义勇为的举动 在安安面前挂上号的冬卓 却未料到 他已经成为了安安心目中的反面教材了 安安不仅没有被感动 反而觉得 这个白面书生实在是有些拎不清啊 起先看他英勇地跑出来 为小范儿鸣不平 安安呢 倒也不禁地叫了一声好 难得的这份苦道热肠啊 不想人家小范儿还捂着扁担 打得虎虎声威 那书生早早地就倒在地上了 本来安安是应该佩服 该字不量里的书生 有那无穷的勇气的 大家需要热心肠啊 但是 瞧着他的穿着 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公子 因此 安安的想法便就不同了 认为该富二代或者是富三代 完全可以利用他自身的优势来胡加虎威一番 为什么非要选这个没有胜算的愚蠢的办法呢 安安不仅将东卓同等于蠢猪了 而且打算将他作为反例 以告诫家里的弟弟 特别是红利 满干是没有前途的 虽然安安不认同东卓的脑袋 但是东卓全着身子 被打得无还手之力 还是赶紧地提示一下 一直在观望的侍卫上前帮忙 侍卫赶过去 轻轻松松地记下搞定了 将小惶惶给踩在了脚下 而扁的男此时 也将对手打得躺在地上不住的哀号 扁的男又举着扁的 打算回过头来帮忙 见危险已经解除了 便丢了扁的 对侍卫深深地举了一弓 说道 多谢兄太大手 在下再次谢过了 然后又扶起了东卓 这位公子 多谢你挺身而出 上市重不重 需不需要去医馆啊 说到这儿 扁的男迟疑了片刻 从钱袋里拿出了几个铜板 面露男色 今儿没带几个钱 公子 您就别嫌弃了 本带转身离开的安安 见到了此情景 不仅向斗殴的地点走了两步 侧儿慢慢地听着 东卓很是惭愧啊 休杀人了 俗话说 输到用时方很少 是非经过不知难啊 我本想路见不平 吼一回 却倒累得你费心 哎 全倒打实 方很弱呀 然后又自嘲道 这小破皮 也是个坏的 近朝着险野的地方打 弄弄好似身负终伤似的 其实 一点皮外伤而已 你不必挂怀 东卓感叹完 冲着侍卫做了个衣 道了声谢 然后便叫扁大南 将两个小惠惠送官法办 让官府给他讨回损失 扁大南摇了摇头 表示不想将实行闹大 然后又再次地 关心了一下东卓的伤势 也许是瞧着东卓的衣装 不是便宜货 便没有坚持给药费了 东卓一心想着 在安安面前表现 便坚持地叫扁大南报官 天子脚下老老乾坤 官府定会为你做主 你担心个什么呀 扁大南哭笑道 是我得罪人在线 若闹大了 倒霉的还是我 东卓将安安未曾离开 以为自己坚信 人间自有功里在的信念 吸引了安安 当下更是精神抖擞 叫扁大南 将事情的原委细细地倒来 此时打架已经停止了 路人都不再担心 被殃及于迟了 渐渐地围了过来 听到东卓如此地说辞 便有人以为是 哪个衙门的青天大老爷 出来微服私访呢 应该是少年得志 想做一番誓言 便也劝起了扁大南 安安也是很好奇啊 冲扁大南打算 给医药费的举动 安安便打算 将这闲事管到底了 因此便对着身边的丫鬟 低语了两声 于是丫鬟便也 从众人中附和了起来 如此一来 帮着打架的侍卫 便也站到了东卓的阵营里 也叫扁大南说说到底 为什么得罪了这帮小伙伙 扁大南冲着四周拱手了一圈 然后又对着侍卫和东卓 再次地表示了感谢 蔡说道 也没什么 只是出来乍到 不懂规矩 没交保护费而已 众人一听都颇为失望 怎么这么平常无趣呀 但东卓说道 保护费 是谁让手的 凭什么要交啊 正是因为大家都私你这般 认为小事不乐意去见官 所以才会让歪风日盛的 我告诉你 这回你可不能够再忍让了 一定要让官府将他们的头目给逮起来 还大家一个安宁 为民除害 东卓此话一出 围观的人更加的笃定 他是微服私访的大人物了 而且还有那心眼活络的 猜到了皇子皇孙的身上去了 因此大伙更是群情激动 纷纷的给扁大南打着气 安安却对东卓更加的无语了 如果说他是一个穷书生 那么说出此番话倒是有情可原 但是一个富家子说出来这么天真的话 安安只能为他的家长感到被爱了 经理的小会儿会儿 谁没个靠山呢 说老实话 安安都不敢拍着胸脯说 他能与某一靠山抗衡 要知道经理的水深呢 可是群众如今却是情绪高涨 扁大南虽然是不想往官府走一遭 但是呢 却不好固执己见 很是为难 而此时 顺天府衙役 却不合时宜的赶到了 众人便是立马齐心协力的 要求压抑歹人 压抑们很是郁闷的 却不好违背民意 只好叫当事人跟他们走一走 扁大南也是很郁闷 但还是将东卓和侍卫给摘了出来 说不关他们的事 安安觉得扁大南是个聪明人 猜到他大概是在半道上想撤 便微微地冲着侍卫点了点头 于是侍卫们便朝后退了一步 东卓健壮 有些不明白安安的意图 但是想了想 还是决定好人做到底 表示自己愿意当证人 扁大南冲的说道 这位公子啊 你呀还是找个一管上上药吧 这马上就要年三十了 若是不消肿 你可怎么四处拜年呢 东卓还要坚持 得了安安眼神示意的侍卫 便拉住了他说道 这位公子 我陪你去上药吧 东卓被这么一拉 有些懊恼了 看来自己猜错了大哥哥的意图 便低下了头 没再作声 牙翼见他这副模样 也没有再说废话 吆喝着众人散了 便带着扁丹男和两个小伙伙走了 安安觉得扁丹男也许是个可用之才 便想着将此人的相关信息提供给老师 于是便叫丫鬟去告诉身后的一个侍卫 去查查扁丹男的背景 交代完之后 安安便转身朝马车走去了 东卓一看 急了 心想 就冲自己劲儿挨的这顿打 那么好歹也应该弄明白 安安究竟是什么意思吧 东卓想了想 一咬牙决定豁出去了 反正见这个架势 安安应该是不赞成自己的举动的 那么还不如奋力的一搏 没准还能挽回颓势呢 于是东卓便大声质问 拉住了侍卫 这位兄台 你为什么不去作证啊 侍卫哪知道 只好说道 我陪你去上药 东卓凛然的说道 我已经说过了 这些只是皮外伤而已 兄台难道不认为 咱们若是不去衙门上作证 是在助纣为虐吗 听到了东卓充满正气的声音 没走远的一些旁观者 不由的又往这边望了过来 本来打算去衙门的 如今却在想着 也许跟这个微服私访的贵人 更好瞧热闹呢 于是便渐渐的又开始聚集了 安安已经上了马车 苦笑了一声 叫丫鬟去将东卓叫到马车前来 东卓听到了邀请 心中很是振奋了一下 他可没有想到 安安会主动地和他说话 但是为了将戏做得真一些 东卓做出了一个困惑的表情 一告诉丫鬟 他在想 马车里会是什么熟人呢 侍卫只好凑到他的身边 悄悄地说道 是我们家小姐请你过去 东卓做了个恍然大悟的表情 瞧了瞧 很快又即将围上来的人群 对丫鬟轻声地说道 请小姐的马车 在前面人手的地方停一下吧 这里人多嘴杂 以免影响了小姐的情欲 安安听了丫鬟的说辞 瞥了瞥嘴 是一马车朝前走 寻了个安静的地方 停了下来 东卓呢 则理了理头发 整了整衣裳 努力地拿出了翩翩风度 跟了上去 走到了马车旁后 东卓冲着车厢 端正地行了一礼 多谢小姐派人相救 安安说道 公子 你还是去给脸上烧上药吧 这轻一块子一块的 家里的长辈会担心的 谢小姐关心 不知小姐 为何不帮人帮到底 还请小姐为在下解惑 安安笑道 我请你过来说话 不是想为你解惑的 而是想告诉你 别再纠缠此事了 至于为什么 你应该去找你家中的长辈 为你解惑 东卓本来就是一个聪明人 立马就明白了 安安的顾虑 很是有些困惑 要知道 基于东卓收集的资料 安安应该是 有着一颗悲天悯人的 慈悲心肠 否则 那慈善会 也不会做得如此的 有声有色 因此 东卓完全没有想到 安安竟然不去打压恶势力 愣了愣 便说道 在下知道 衙门想救出大头目 不是一事 但是总得有人去推动官府 下死决心才对 安安轻笑道 但是人家小贩儿 并不想为人所先 公子又何必强求呢 万事开头难 这位公子 还是我先前说的那话 我不是来给你解惑的 我只是想告诉你 若是你真的是为那个小贩好 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说完 安安便吩咐车夫 启程了 东卓本来还想多聊一会儿 万一聊高兴了 安安下马车了呢 自己就可以来一句 小姐好眼熟啊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东卓认为 若安安认出自己 是那天在绸缎铺子 帮他的人 一定会对自己的印象 变得稍微好一些的 而安安呢 则在马车里 不停地摇头 这富家书生 可真是天真的 若朝廷不下定决心 将治安独流给割了去 再多的人 去敲铭冤大鼓 也不过是以卵击石 安安同意 凡事呢 都需要某些人 做出牺牲 可是人家扁丹男 并没有这个觉悟 那个富家书生 凭什么硬要人家 去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而东卓和安安都不知道 事态已经不在他们的 控制之下了 千青宫里 心情大好的康熙 正在接见一帮老臣 说是老臣 其实也就是四个打小 就跟在他身边的侍卫 如今的一品大员 按说到了年底 康熙应该很忙 但是康熙此时 却很有闲心地 和这四个人 一起了往西 整个千青宫里 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 怀旧气息 红旋进来的时候 还以为船指的太监 弄错了呢 这种场合 怎么会叫上自己呢 太监肯定是有犯错的 但是千青宫的船指太监 肯定不在此里 因为康熙一见红轩 就笑眯眯地 冲他招手了 来来来 见过几位大人 这四个人 岂敢托大呀 都必让开了 康熙笑道 你们这群老鬼 跟了朕几十年了 也算是他的长辈 后来客气什么呀 你们当得起他的力 听了康熙的说辞 松柱如今是文华殿大学士 对洪轩的认识 更是近了一层 松柱曾当过圣经将军 对被流放到那儿的代子 充满了同情 代子当初制作的 莲珠火冲和子母炮的威力 松柱可是亲眼见过的 因此松柱对代子很是钦佩 但暗于康熙的权威 愣是美感光明正大的 自主眼只是叫人 频繁地光顾他的自画摊罢了 当初十四阿格 奉旨改良大炮的时候 耸住就拐弯抹角地 找人给十四阿格 提了提带子的能耐 听说十四阿格 也去找了康熙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朝廷给西山火器营 多拨了一点科研经费 却没有批准人才引进 但是当十四去了西北之后 在兵部办差的洪轩 逐渐地将西山火器营的差事 给揽了过来 也不知道从哪儿 知道了代子这个人 反正没两个月 代子就进京了 听说不仅拿到了高工资 还得了一笔不小的安家费呢 耸住当时就对洪轩的能量 有着很深的体会 但是却没有料到 康熙今天会主动地 叫他们亲近 要知道 他们四个人 不仅是康熙的心腹 如今还掌管着京师兵权呢 其余的三个人 虽然没有耸高心系 但都是幻海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 政治觉悟可是不是一半的高 当下更是不会失利 康熙健壮对着洪轩摇头说道 他们可是越活越谨慎了 想当初曹寅还感叹过呢 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思前想后一回呢 提起曹寅 康熙面上便带了伤感 当初就他和纳兰姓德 有着好文采 可都偏偏早早地离政而去了 康熙在那动情地开着追议会 洪轩不仅呢 得当好听众 而且还得做称职的安慰者 忙不低地劝康熙 莫在悲伤 四个老臣也赶紧地请康熙保重龙体 别再为臣子伤神 康熙本来就没有打算感叹太久 自然是借泼下驴了 唏嘘了两句 便表白了一下自己对老臣的后代 虽然曹寅独子早逝 但也恩责了他的侄儿嘛 至于纳兰姓德的三个儿子 也是多有照付 还将九二哥的三哥哥指给了纳兰的侄儿 永福 四个老臣自然又是感恩戴德了一番 齐盛地歌颂着康熙重情意 洪璇见状 虽然觉得康熙过于刻意 但却也不得不佩服 这的确是抓牢人心的最佳法子 然后康熙又接着开始问人家的 儿子孙子虫孙子的情况 有什么一条 都不是等于扶行人家的 诶尔小姐的